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324节 狄仁杰强忍着没哭出来,扁着嘴对母亲说 娘,他骗我 狄韩氏捂着嘴笑着给儿子说 你不是一向自负聪明吗,吃一次亏也好,你有这样的先生,也不知是福是祸 不过,骑士必有怪诞之处,看样子他很喜欢你,等为娘见过你兴姐姐就知道了 兴月听到韩氏来访的消息呢,眼泪都流下来了 还没从蜀中出来的时候,韩氏一家就是兴家的常客 如今听得有故人来访,哪里还坐得住啊 把孩子塞给云叶,想想不妥,又拿了回去 上下打量一下云叶,眼泪流得更多了 孩子随手抛给那日木,自己张牙舞爪的就扑了上来撕扯云叶的衣服 他感觉丢人的快活不成了 这时候的女人,没有道理好讲 只好站在那里任由他处置 才穿了一天的麻衣,就扯出了一个大洞 还被踩了两脚,站在他的立场,想想也对 自己的闺中密友来了 本来呢,是一个好好显卑一下侯爷丈夫 校尾儿子的好时候 谁料想啊,丈夫穿得像叫花子 还带着一个黑嘴圈 活脱脱的一个乡下傻小子呀 偏偏被闺蜜看见了,这让他怎么显卑 好了好了,这内裤早上才换的 不许托,再托的话 信不信我明天背上背喽,去大街上捡马粪呢 不就来了个婆娘家吗 至于往死里折腾我呀 星月不说话了,有牙气齿的把云叶从乡下小子变成了大唐侯爷 热毛巾的温度足以退出毛了 在云叶的脸上不停的招呼 招呼完大的,再检查一下小的 看看儿子胖嘟嘟的小脸 再看看屁股,没有发现有尿的地方 很干净的臭小子 心疼的在屁股蛋上亲了一口 就风风火火的拿着儿子去给韩氏显摆自己的成果 那日木是个好媳妇 捡起地上的麻布衣服 可惜的看着那个大口子 把闺女放在丈夫身边 自己拿着针线的准备把那个口罩防起来 那日木缝东西很明显的带着草原粗犷的风格 粗针大线的三两下缝完 满意的收起来 一副贤惠妻子的小模样是招人怜爱呀 只是那衣服比缝补前还差劲 那这衣服算是彻底的毁在自己的两个老婆手里了 头戴紫金关 用红绸带啊 系在下巴上 身着绸料青衫 脚踩露皮软靴 腰间系一块晶莹剔透的白玉佩 手拿一卷大黄金 目光炯炯 神色肃然 八字不脉的沉稳 腰板挺的宛若轻松 好一派朝廷重臣风范 才缓过神来的敌人节 很想再哭一回 原本想在兴姐姐面前呢 告一回状 平缓一下自己被欺骗的幼小心灵 谁知道眼前如同高山一般的厚重人呢 带给他极大的压力 告状的话是一句都说不出来 你是狄之逊的长子敌人节 今年几岁了 云叶放下手里的书 瞄了一眼 站在下手的小孩子 回侯爷的话 人节今年已经七岁了 只是这孩子不好好吃饭 身子瘦弱了一些 我家郎君 人在巴蜀任上 不能清理 无奈之下 由我带敌人节前来拜师 还请侯爷看在兴先生的份上 收下掠子 敌家满门 感激不尽 又冲至凌 离家千里求学 恕为不义 我若不收 就是不尽人情 也罢 我就收下这孩子 岳父和阳寿先生的颜面 还是要顾全的 韩氏连忙带着敌人节跪拜 这是拜师必须有的利益 云叶坐在椅子上 受了敌人节三拜 凝声重气的对他说 入我门下 遵守做人之德 习秦 重俭 千锦 敬术 不贪 去私 专一 有横 这八德你可曾记下 敌人节跪在地上重重的回答 弟子记下了 如此甚好 在你之前 为师还有两名弟子 只不过他们是女子 你与他们必须有爱 互敬 互相砥砺 好好研习学问 不可胡闹 你可记住了 其实云叶很想看看 古灵精怪的小五 和他传说中 心高气傲的首相 是如何斗法的 这样的场景 想想都有趣 时事小五 出来 见见你师弟 随着云叶的呼唤 时事小五 从门外走进来 规规矩矩的 给云叶 星月 以及韩世见礼 这两个孩子 在星月的摧残之下 妆容礼仪 样样不缺 看得还是眼睛冒光 用看儿媳的眼光 不停的在打量两个小丫头 长相没得调 学问估计也不会 超到哪里去 家教 长在侯府 哪里会缺了家教啊 越看越满意 一激动之下呀 就从胳膊上 撸下了一副白镯子 一人一个 套在两个闺女的手腕子上 完全不顾 这是在云家 不是在蜀中迪家 师姐师弟互相见了礼 云叶也赐给了敌人节 一套笔墨和一件青衫 小五看到了 立刻就撅起了嘴巴 他拜师的时候 可没有这些东西啊 师父给敌人节的笔墨 一看就是高档货 再想想自己和时事 用的那些旧文具 心里就很不高兴 以前师父只有自己 和时事两个徒弟 时事呢 是先来的 他没办法 可是师父收了自己 这样聪明的徒弟 干嘛 还要收一个臭男生呢 眼睛滴溜溜的转着 看样子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收完徒弟 云叶就离开了 只留下星月 陪着寒室 两个人居然要了酒席 准备啊 好好喝一顿 这不关云叶的事情 寒室晚上呢 又不能住云家 必须去徒书先生那里接宿 才出了后院啊 路过竹林的时候 就隐隐约约听见小五在说话 连忙止住脚步 侧耳倾听 只听着小五在恶狠狠的威胁敌人节 小子 刚才和你说了咱们的规矩 现在要补充一点 时事是大师姐 他的功夫你刚才看到了 不服气就揍你 我是二师姐 你必须实时孝敬 比如 你的笔墨就很好 不过 师父给你的 我就不要了 但是我借用的时候 你不许推辞 我娘 已经给了你镯子了 你还想要什么呀 那对镯子 我娘一直都很喜欢 说是要给我媳妇的 不知道干嘛给你俩呀 云叶叹了口气 这混小子实在是不会说话呀 这话说出来 这哪里还有活路啊 妖孽间的事情 还是他们自己解决吧 摇摇头 仿佛没有听见敌人节传来的惨叫 想着大荒经上记载的 奎牛这种东西 到底是以什么动物为原型创造的呢 外形像龙 还可以说这是古人呢 把牛头 鹿角 马面 蛇身 鱼鳞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 弄出了笼 声音如雷 那这是夸张了 不知道听到什么东西在叫 正好在创造鬼牛 就把这东西安在他的身上了 只是一只脚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担心创造出来的怪兽过于恐怖 专门只说他只有一只脚 这万一这东西跳出来 自己好逃跑 古人实在是太投入了 为了欺骗别人 先把自己给欺骗了 不过也对 骗人一定要先骗自己 自己都不相信 那能骗得过别人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这一段时间 云也在潜心钻研山海经 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 魁牛皮做的战鼓一阵五百里 连阵三千八百里 这太夸张了 声波武器呢 也没有这么厉害呀 要是有人敲这面鼓的话 那早就被震死了 古人在吹牛皮 没道理呀 一个人坐在秋千架上胡思乱想 没什么目的 就是脑子里总要想点事情 免得嗅死了 小鸭最害怕哥哥坐在秋千架上想事情 上一回啊 想了一天一夜 千万不敢出这种事了 赶紧过来推哥哥 让秋千架晃荡起来 小鸭 怎么了 趁着秋千晃过去的功夫 云烟一把就把小鸭揽住抱在怀里 兄妹俩一起晃秋千 小鸭见哥哥没有陷进去 高兴的哥哥笑 不说话 小丫头的黄头发终于消失了 换上了一头浓密的黑发 他对自己的头发很爱惜 以前总是嫌弃肥皂有一股子味道 可是发现肥皂超强的趋无能力之后 就喜欢上了肥皂 他现在抱在怀里也是一股清新的肥皂味道 小鸭不喜欢用香水 说是闻见了发恶心 云家的人好像都不太喜欢香水 只有躲在地洞里不出类的秤心 总是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 让人可怜 小五牵着狄仁杰的手 非常有爱的从竹林里出来 一起对云叶鞠了一个躬 说是要去时事时节那里 去看看小五新画的画作 云叶笑着打发了他们 只是从背后看到狄仁杰的两只耳朵红彤的 小五的手一直在拧他腰间的软肉 只要慢一步就会再拧一下 敌人杰在这段路一定走得非常的辛苦 哥哥 你的新徒弟傻傻的 我能不能欺负他一下啊 小五只要被欺负了 他总会大叫 害得我每回都被娘和嫂子处罚 上回 我只说要揪他的发脊 他就坐在地上哭 把山子都弄脏了 结果娘过来揍了我一顿 他很讨厌 一点都不像时事姐姐 从墙上掉下来都不哭 膝盖都磕破了 都不哭 我喜欢时事姐姐 不喜欢小五 云家的人呢 自治都比较平庸 读书读不过小五 练武练不过时事 小鸭已经找云叶 要了好几回聪明药 他听人家说 哥哥就是吃了聪明药 才变得如此聪明 他也想吃 小孩子的压力很大呀 逼得最不喜欢吃药的小鸭 都开始准备自找苦吃的 哥哥 我没有小五聪明 也没他漂亮 你还会不会和以前一样喜欢我呀 这话问的云叶很心酸呢 搂着小鸭 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 笑着说 哥哥最喜欢的就是小鸭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韩氏在玉山住了十天 正好云家的商队要返回蜀中 就决定搭伴回蜀中 这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在敌人节的嚎啕大哭中 韩氏映下心肠 撒泪而别 这时期的离别 有好多时候就会变成了永绝 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 是有一定道理的 经过几天的磨合 在小五确定了自己二姐的地位之后 就对敌人节好了起来 他母亲也去了蜀中 两人现在也算是老乡 不管怎么说 都有互相照顾的必要 不管从生活上到学业上 小五都给了敌人节很大的帮助 云叶这个老师其实很不合格 只是给学生简单的讲解一下 数学题教会他们方法之后就撒手不管了 能学多少能会多少那就看个人的悟性了 好在敌人节也不是泛泛之辈 加减乘除这些简单的题目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加上小五的帮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越小鸭 一年后超越时时不在画像 天赋这东西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云叶不用讲太多 小五和敌人节就已经懂了 而小鸭 他们呢 还是眼睛冒着圈圈 无辜的看着哥哥 每到这个时候 云叶就会独自给小鸭和东南西北再讲一遍 不要求他们彻底弄明白 只要求他们对算学有一个大概的认知 今天讲完课业窗外下起了雨 领南水师已经能够奉命开拔 准备再去运一趟粮食 关中这地方粮食从来都不够吃 不管有多少都会吃完 李二没有获准云叶再去领南 而是命留人院再时带队去运粮食 运来粮食呢 直接送到河北 再由曹传运抵京城 土玉魂人的大长老再次抵京 给李二献礼 绣岩陀的使节也到了长安 草原上的零星部族也派了使节到达京城 这次和往常不同 个个带着不独的美女 还有盛大的歌舞团一起到了长安 秋辞 余坛更是倾尽国内歌舞高手 操取名家 准备在长安献议 这些只是讨好唐王朝的手段 真正高明的是把一顶万王之王的帽子 献给李二 那就是天可汗 意思是上天派下来只改无上的王 这是千古工业 李二大喜全国轰动 官吏们齐齐上表参赫帝王 文人世子交相称赞 一时之间长安迎费 大有紫气迸发之势 云野和袁天刚坐在玉山上的最高处 亭子外面的小雨依然没有停止 时事小五在煮茶 敌人节在珍酒 李淳峰无所事事的靠在柱子上 百无聊赖的看风景 每当袁天刚杯中酒干的时候 敌人节呢就殷勤的在给添满 从静的看着眼前这位活神仙 至于师父的杯子空了 需要敲桌子他才知道 有一道紫气驾临长安 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使节来为陛下喝呢 袁天刚屡屡屡须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让敌人节感叹不已 老袁啊 你说话的方式能不能改一改 不要总是装出一副 未卜先知的恶心样子 山底下的官道上 那么大的一支队伍傻子都知道 是朝近的使节 不用你告诉我 受不了这样虚虚实实的谈话 云野干脆啊 点破他神棍的本质 让敌人节 金光闪闪的萌子 迅速暗淡下来 云侯 你这人极度无趣 你知道吗 你聪明 难道你能让所有的人 变得和你一样聪明啊 他们需要引导 需要教化 需要皈依 需要心灵的支柱 贫道就是干这个的 你这样下去 会毁了道门千百年来难得的大机遇啊 如今天下间 突驴滚滚 你对佛教从无好感 为何要帮助那些突驴 编造的西游记 如今已经成为佛门足讲时的压轴段子 乡民无知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神神怪怪的东西 如今佛门又有了死灰复燃的气势 这回万国来朝 听说他们组织了一百名所谓得道高僧 准备为战死的亡灵 大开三天三夜的碑祭会 你要我等 如何应对啊 佛道的交锋从来就未停止过 道信这一次是豁出了血本了 碑祭会后世有个名字 叫做水陆道场 是社斋供奉以超渡水陆重轨的法会 是传于梁武帝 传说呢 有一次啊 梁武帝在睡觉 这梦里呢 有一个和尚告诉他说 六道四生受无量苦 何不做水陆大斋 土济群灵 所以呢 这个对佛门极度尊宠的皇帝 就专门研究出一套仪式 在镇江建立了水陆道场 供奉上中下三种对象 上则供养法界诸佛 诸位菩萨 圆爵 闻生 明王 八部 婆罗门仙 次则供养 坟王帝氏 二十八天 净空素药 一切尊神 下则供养 五月海河大地龙神 亡古人伦 阿修罗众 明观眷属 地狱众生 幽魂制魄 无主无依 诸鬼众神 法界旁生 六道中有四圣六凡 普通供养 未发菩提心者 因此水陆圣会 发菩提心 未脱口伦者 因此得不退转 未成佛道者 因此水陆圣会 得成佛道 不说效果 只说迷费 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需要建立专门的寺院 占地少于四百亩 那就丢人了 宫崎锦任务中 看来云家的建筑队 又可以大捞一笔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